等了三天值得 阳光 云朵和路面都很好 这样才能享受魔旅 这次魔旅走过了大乡小镇 让我更立体地看到了自己的祖国 从进入成都周边的穗宁开始 路面是此行最好的 不知不觉就会把速度拉上去 最不喜欢的就是行驶进繁华地带 交通太难了 掌握好半离合和油门的配合后 扩道起步已经日趋得新应手 今天的目的地 汶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次来到这里 天色暗沉以后 竟然开始下午下雨 车子在深山中穿行 像是走进了寂静岭第一步的前续 然而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经历了最特别的隧道群骑行体验 是长达35公里的隧道群 穿行在四川大熊猫野外基地之间 到达阿坝羌族民族自治区 今天我的灰矢250小绿 又经受住了考验 表现良好 这边是其他摩友的摩托车 给我先到 不知道哦 又是哪些热爱世界热爱生活的小伙伴们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现在是2024年10月13号晚上的10点半 我现在在汶川阿坝羌族自治区 汶川新城 今天的道路又打开了我的眼界 在距离汶川新城中心 还有99.8公里的时候 出现了接近35公里连续的隧道群 哇 挺壮观的 然后屁股也挺疼的 中间又好几次受不了了 就在隧道里那个紧急 停车带停下来 舒缓一下我的屁股 而且在刚刚进入隧道 进入第一个隧道口的时候 就开始下雨了 然后逐渐变成中雨 因为中间那些隧道群 还是有差不多可能50米啊 20米啊 100米啊 一个渐气 有的有 有的完全没有 无缝连接 就感觉到雨很大 又感觉到自己很幸运 等我把这35公里的隧道 连续隧道穿出来以后 雨基本就停了 我是有多幸运啊 否则今天真的是 就是会很煎熬的一个晚上 白天很美好 阳光灿烂 微风徐徐 不然我等了三天 有一个很美好的习惯感觉 再回到我们这个特殊的隧道群体验 这个隧道群 穿梭的是中国的野生大熊猫 保护基地 还挺有感觉的 尤其就是我们在里面穿梭 人类在山体里面穿梭 野生动物们 大熊猫人 我们可爱的狐宝们 在我们头上 在我们身边的树林里面 草丛中也在同时穿梭呢 从来说 虽然今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风景 但是这个骑行体验 确实是打开了我的心眼界 小白很乖 不折腾不闹腾 中途大家放心 我行下来休息 当环境允许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放下来 让它也舒缓舒缓精力 但是呢 废造体的紧急停车带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放下来的 现在 先让它休息一下 我去吃点东西 待会我带它出来溜一溜 舒服舒服 看一看 盘烈重生的汶泉 看 沿途它们很多标识 都是以大熊猫作为它们的形象的 哎呀 我今天还在想 我会不会偶遇 一只野生的大熊猫呢 但是来来 往往的车辆好多 今天也是遇到魔女的小伙伴 最多的一天 即使在我说的 在我说的刚刚晚上下雨的那个途中 也遇到了不少 所以更不要说旺季 下季了 我在冒险 还有看到穿着民族服饰的小姐姐呢 今天我的骑行距离是363公里 成都周围的曲线 那个路真的好好 非常非常的不经意的情况下 不会把速度提升到很快 但因为有小白现在跟我在一起了 所以我会考虑到她在后座的感受 会尽量控制我的速度 怪不 啊 渴死了小白 这个夜景还真挺错误的 今天住的还挺奢侈的 主要是洗手间特别的高级 降低起前几天我住的那个宾馆 小白 诶 怎么不自动放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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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